大家好,歡迎收看《一語道破》 市場真的亂動了 今早金突然夾了五十元上去 上個星期有些道指、S&P、NASA都回了一些 道指一亂夾兩天夾了八百多點上去 市亂動,不如我們講講香港 自從這個中美領導人 上個月在舊金山,即是三環市見面之後 至今兩國的關係似乎沒有什麼重大的突破 其實我在網上都講過 習拜會其實你聽真一點就在國說國話 互相寒圈只不過是外交上的禮貌 這種外交禮儀其實都私勇見慣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美國在壓迫中國 壓得很厲害,但不得請的時候 他們就會鬆一點,鬆一點手 做一些討好的表面功夫 例如派一些高層的官員去走訪中國 大家都知道,國務卿布林肯去過 財政部長耶倫也去過 還有負責氣候變化的 還有John Carey,克里 還有商務部長雷蒙多 全部都是重量級的官員 每次去到中國談,談一大輪之後 回到自己的家鄉 回到美國就變成臉 然後就會加重打壓制裁 這些招數 這些都是屢見不鮮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不要以為他派誰去談 正啊好啊,會有緩和跡象 我早就說這些是國賊 中國的崛起,根本威脅到美國 是國賊,不能緩和跡象 這次也不例外 口蜜福劍就是拜登一向慣用的伎倆 你看看印尼哈里島那時候 這個習拜會 是不是又是說一套做一套 是吧,大家查一下他講些什麼 這個剛剛呢 他們又再出招 美國財政部和能源部 就宣佈由下個月開始 不會呢 就給裝有中國電池組件的電動車 獲得7500美元的存額的退稅補貼 那這個呢 又是另一類的打壓 你不要用中國的東西啊 用中國的東西呢 就沒有補貼的 7500美元很多錢的嘛 是不是呢 之前呢已經多番推動 其他的國家 就這個停頓 這個供應高端的晶片 和設備給中國的了 目的呢 很簡單 都是想打壓中國的半導體 高端科技的發展 是不是呢 好了 除了科技之外呢 他們呢 就找到另一個新的目標 什麼目標呢 目標呢 就是香港 因為香港小 是 相信呢 都幾易搞一下你的 是吧 那先在11月初的時候 美國國會呢 他們那個 那個 國會有個國會議員 他們提出一個法案 就要求美國總統制裁 49個香港的高官 和這個國安法指定的法官 和這個檢控官的 那這個呢 是含有政治動機的 是人都知道的 是不是呢 但是被人制裁的官 其實都幾麻煩的 至少在這個 美國銀行 其他那些 都開不了戶口 是不是呢 好了 跟著上個月尾 美國眾議院外事 即外交事務委員會 他們通過 所謂的 香港經濟貿易辦 即貿易辦事處的一個 認證法案 那法案內容 只要就是 你美國總統 一定要定期 去這個決定 特區政府 駐美國的經貿辦 是不是應該繼續 給它運作呢 這樣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應該就是 香港特區政府 必須在180日之內 就是關閉三個 這個在美國的那個 經貿辦 那三個是什麼呢 應該就是 華盛頓 紐約 和沙門市 那麼 擺明呢 就 跟你遲早 不相往來 我們一會再說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個個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 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會員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和師傅 輕鬆暢談環球經濟和玄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價 參加我的Webinar 少許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